你到底來做事還是來跟 我們民選的 民意代表吵架 沒有水準到極限 從昨天到今天 每一個立委上去跟他質詢 每一個他就跟人家吵架 就插人家的嘴 他在頭上問A答B問B答耶 他連他自己都他媽佛圈自己 他如果說謊 那更有在國會這個殿堂上 唯不實的證實啊 要顧新馬上的責任 要顧政治上的責任 他講的這個東西不就是現在 我們要過的東西嗎 他連自己都往自己的臉揍下去 這是什麼神經錯亂的政黨 龍教喔可以來看一下這一篇 我覺得卓龍泰是我看過啊 一開始你還覺得這個人好像蠻客氣的 這兩天的質詢看了之後搖頭 沒有水準到極限 你們民進黨現在就插話了 身為一個官員呢 人家立委在質詢你呢 你就跟人家吵架 有樣學樣 學柯建民 學蘇貞昌這種下山爛的 這卓龍泰一模一樣 哪有一個行政院長的樣子 從昨天到今天 每一個立委上去跟他質詢 每一個他就跟人家吵架 就插人家的嘴 十分鐘的質詢時間 他一個人就站了三分鐘四分鐘 一直跟人家插嘴 一直跟人家插嘴 從傅崑奇 黃國昌 洪孟凱等 其他立委 每一個都跟你吵架 你到底來做事還是來跟 我們民選的民意代表吵架 陳道之委員喔 他有整理一些影片 我希望聊天室裡面如果有拱叫 或者你支持民進黨來看一下 民進黨是一個多可惡的政黨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一個 整個所有資訊就是網易的調查權 第一個就是我們立委對政府的質詢 我要告訴你 十分鐘的質詢啊 他只要在那邊做木頭人 只要被你罵幾句 事後什麼都沒有發生 來第一 民進黨支持的來 這個是民進黨的 前立法委員林佳龍 現在是外交部長 我們聽著聽下去 一句一句來喔 這個質詢並沒有辦法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 他如果隱匿 我們也可以啊 來就是 就是針對這個詩詞啊 我們可以要求他要負責任 他如果說謊 那更有 在國會這個殿堂上 為不實的證實啊 或這個虛偽的證據 要負刑法上的責任 要負政治上的責任 他講的就是現在你民進黨執政也是一模一樣 以下這個人啊 也現在還是民進黨的立委 就拿一隻雞在那邊按的那傢伙 你們清了看的這段影片 你他媽不會覺得這些人都是滿嘴謊言嗎 他們講的東西 就是現在立法要過的東西 就是你們在那邊一直反對的東西 結果當年民進黨講的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的立法院 在立法權在預算權 我們獨缺了一個調查權 獨缺了一個調查權 聽到了嗎 聽到了沒有啦 笨鳥 他講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就是現在我們要過的東西嗎 然後你們現在在外面 民進黨亂什麼啦 病人啊 你那是青鳥 我講一句話 你不要生氣 你本人家把你賣了 你還在幫人家算數鈔票 這是不是很好笑 接下來更精彩了 如果昨天這兩天大家有看諮詢的話 左龍太說 虛偽陳述這個罪很抽象 今天黃珊珊打他的臉 我要連打下去 虛偽陳述在法院 很多人做假證供 很多人去法院說謊話 这条法早就在 2015年的时候蔡英文说 台湾真的要建立 听证调查制度 要强化监督能量 现在你跟我说烂权 但是呢 卓龙代呢 在被议员跟议员吵架 跟立委吵架的时候都说 所以我现在是藐视国会了 所以你认为我怎样是许伟陈述 你解释也是 哦 怎样怎样 好啦 我可以很明显跟大家讲 这个你会发现 卓龙代都在问A答B 问B答A 为什么黄山山一直问他说 那你复议 复议案就是 你否决掉这个 你拿回去再头一次好不好 它里面 就有民进党的版本 所以他说全副意嘛 有人这样子的 傲叫 你可能听不懂对不对 他连他自己都他妈否决自己 他连自己都往自己的脸皱下去 这样你懂吗 他自己反对自己啦 这样你懂吗 这是什么神经错乱的政党 大家好 我是黄光晴 欢迎每周一到每周三的 中午12点到1点钟 准时锁定会流新闻网 YouTube频道 和我们一起 中午来开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